莎莎球员Ivan就是在上半场把莎莎给钉死的球员 来错 下半场由着莎莎来开球 这脚后跟着挑球 这就是室内五人制足球赛里面好看的地方 就像看到球员有这么精湛的球技的表现 对有一些动作都比较出其不意的动作出现 他也用一个脚踩球来拉球 然后企图要摆脱防守者但是没有成功 所以Fusso的一些在场上的动作 在技巧方面跟十一人制有一些小小的不一样 这个球有点拉人动作 好像稍微响了 被拉倒的是在上半场曾经进球的Silva 与狼的队长在上半场开赛才35秒钟 就得到了一个换 引到一个换归 有时候在双方在僵持不下的时候 这个换归次数如果太多的话是很危险 给球起脚被挡掉 6号的球员在上半场曾经里连到黄牌 Datashi 在这个五人赛里面当场连到红牌出场之后 在2分钟时间到之后可以有另外一个体股球员补上来 补足場上的五名球員 這是五人賽跟十一人制不同的地方 對 他只有短陣的兩分鐘的power play 沒錯 當然如果說你這個少益人比賽的球隊 也在對方在這段時間裡面先進球之後 不用等兩分鐘 如果只是三十秒對方進球了 這個少益人的地方馬上可以把這個 第五個球員給补上了比賽 就你的懲罰提前結束了 沒錯 給球 三號的球員是Leo 在上半場的第十四分鐘進球 剛剛鏡頭沒有掃到 剛好Sasai跟對方Puraya防守他五號 在身體之間兩個故鄉在拉扯 可見得 Sasai對五號的防守有點不耐煩了 因為他經常用手貼住他的防守 當然就是彩派沒看到小動作 有機會嗎 過不了 利歐給球 好球 腳後門 PASS左腳 好球 打出機會 好可惜 這個機會創造得很好 很可惜 射門的時候 在球 腳 接觸球那一點沒有接觸好 所以打了一個 打了一個角度差得很遠 看Carroll起左腳結果打飛了 在賽前的時候 我們看他們在場邊上做練習的時候 這種練習的球非常非常的多 這是這種刻意的 這種小組的搭配給球製造出來的機會 沒錯 這一顆伊朗攻擊打得很快 轉身射門 哦 差一點點 哎呀 他的這個射門意識非常的好 很可惜 就是沒有打準 聽 聽得非常的漂亮 對 兩個假一個 球完美出界 好球 海德里安 好球 哦 這個球能夠空下來不容易 哦 胖下給 沒吹 裁判去換歸了 這個也是 葡萄牙下半場的第一次換歸 對 伊朗九攻不下的時候 可以利用大膽的盤帶 來製造葡萄牙換歸 就可以得到十公尺滑球 嗯 這個球 沒吃 對 沒吹 裁判認為你是順勢倒地 還有機會 射門 射門 手回源射得好 對 起腳的是Masomi Masomi的起腳雖然是 角度很好 但是被守門員給封死掉 這個長城炮當然是無效的攻擊 剛剛莎莎一位隊友製造一個 很好的一個射門的空間 但很可惜 被這葡萄牙守門員 把這角度封得很漂亮 一郎現在落後兩個球 在下半場之後 他們這個防守取遠 比較 拉得比較大 比較大膽的在過前場 就開始展開壓迫防守 企圖把這個頹勢給擺回來 完全是壓上去 完全是壓上去 有機會射門 對 這個球想要調 差一點 差一點 還有 突然壓著球 所以當你把你的攻擊的重心 放到對方的前場 對方的後場的時候 對 你的後場當然就容易出現問題 沒錯 當你做前場大膽嘗試壓迫的時候 你勢必要冒出很 必須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當對方一個傳送球空間製造出來的時候 後防就非常的危險 對 剛剛Silva的這個挑球 還好是被六號的球員 達達西給碰了一下 不然的話那個球輕輕一撥就進網了 沒錯 一個非常驚險的一個 一個鏡頭 一個中央距離 差不多大約大概14公尺 15公尺的一個距離的一個自由球 起腳的是他們的場上隊長 葡萄牙的7號Andre 哦Andre這球射得也是夠勁道 沒錯 穿越人牆旁邊 快速反擊 轉身 意識到了 對 中間如果有一把利刃插下去的話 那個球就更嗆 沒錯 Andre的這個左腳起腳 也帶著個弧度 沒錯 Ivan 這就是葡萄牙的明星球員 他們場上的隊長 7號的Andre 對 他是葡萄牙目前 國際賽進球數最高的 進了61個球 但是本場比賽裡面 他還沒有開張 挑球但是沒有辦法突破防守 莎莎以快速切位 準備贏這個球 但是沒有接到 有機會 有機會 哎呀 這個斜插並沒有把球給插進網內 機會是製造出來了 可惜Andre差一點點 沒錯 球出界但是人進去了 這時候 這時候莎莎以急速快速退回來防守 連他也能也滾到這個自己的球門裡面 所以進球門的是雙方的球員 沒錯 球沒有進球門 沒錯 兩個人進去了 不過可以看到剛剛2號的 Luis Silva 這個斜插的給球給的是非常的到位 沒錯 這就是室內五人足球就是要這麼大 小店的空中爭頂 李Andre硬聲被推倒地 在五人賽裡面 這個重心 重心低的球員 比較佔點優勢 比較不容易摔倒 所以愛嬌虎在這五人賽裡面 因為他本身這個重心比較低 整個動線都被葡萄牙給掌握了 剛剛又是一個非常成功的防守 對 葡萄牙必須要傳切要非常的快速 一個長勝 但是打得太高 這是場上的伊朗的隊長海德里安 場上的隊長當然在背榜上都有一個背章 沒錯 由於這個葡萄牙碰到球 所以開個角球 給個大隊角出來 再給海德里安 大膽地突破 沙撒希兩個人的包夾至少制造的犯規 沒錯 當伊朗正常的情況打開不了這個對方的防線的時候 可以大膽地帶球來製造對方犯規 目前雙彎各有兩次 這是身材非常高達192公分的Joe Quiros 打到腳 還有機會 從右邊突破 兩個人一門一關把人給夾倒 還有機會 壓破 再壓 就有機會 但是可以看得很明顯 9號 薩薩伊的 被傳輸的路線都被封死掉了 沒錯 隨波 這個葡萄牙後場 又快速反攻 造成這個伊朗的後防 一片的方亂 差點創造另外一個進球的機會 比羅斯 Joe Quiros 開邊線球 但是被伊朗 二對二 有機會 直接射 哎呀 可可惜 打到往外 場上的隊長海德里安 這個球也是射得夠嗆 跑動間 行進間的起腳 所以在Fusso這種射門的動作上面 跟十一人自己也不太一樣 他有很多這種快速的這種進攻 有時候會用腳尖去做攻門的方式 沒錯 腳尖 甚至用腳底推射都有可能 沒錯 腳尖 甚至用腳底推射 一對一 好 一對一 一對一 但現在是兩個人過來幫忙防守 拉開到右路 海德里安這球沒有辦法過 這是PFA的會長巴雷特 昨天他在台大 今天到了林口體育館來關陣 他是國際組總的會長 國際組總目前因為財大氣粗 所以一切都要求高標準 對 他甚至帶了一票工作人員 住進台北 所以整個的活動幾乎由他們來操控 對 完全由他們掌控的 這在控球的時間方面 還是由葡萄牙隊暫時的取得優勢 這個布萊特在這個元氣包下了總統套法 而且是他自己付錢 不需要台灣來招待他 因為國際組總實在太有錢 他甚至協助台北辦這比賽 補助了吧 兩三百萬美金以上 其實這也是FIFA在推動FUSO的一個動機 就是希望能夠帶多更多的 帶動更多的足球人口 沒錯 因為這項運動在鼓勵比較新興 有機會 單挑了 他192公分 192公分的Joe 有這樣子一個輕巧的動作 你看他的動作哪像一個192公分的大高個 再看一下這個快速反擊 你看腳一挑球之後 擺脫對手馬上射門 Joe Quiros 展現了一個神龍擺尾的動作 這也使得現在葡萄牙取得個3比0的領先了 在五輪賽裡面真正要進球 就是類似剛剛那種情況 當對方攻到前場丟球之後 馬上快速反擊 逮到這種快速反擊 華盛對方防守完全未退壞了的時候 是最好容易進球的機會 現在三球落後 這些時的伊朗隊現在越攻越急了 球給到中場 好現在門將也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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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輪足球是實際最強的 對 在昨天我們看到日本打巴拉圭 打得非常的漂亮 三度取得領先 但最後一球一分 最後兩分鐘輸掉一個球 打得很漂亮 雖然沒有贏球 但是打得非常的漂亮 希望伊朗目前落後三個球 但是時間還有13分鐘 隨時都有機會 好從右邊突破 有機會了 這個球還是沒有辦法繼續的過人 Andre今天雖然沒有進球 但是防守還是守著胸 沒錯 沒換歸 還沒吹 哇 Sasahi也給對方來了一技 所以在場上現在 小動作也是越來越多了 沒錯 好機會 好機會 哎呀 漂亮 差一點 Sasahi又錯失了一次破門的機會 這是他目前為止射的最漂亮的一次 就差那麼一點點 你看 轉身之後 爬上射門 差一點點 伊方的腳 還是把他的球也破壞掉 沒錯 他今天 面對這個光頭的這個 這個釘子 實在定得他太緊了 好 現在伊方下去了 看看 伊方下去之後 Sasahi能不能有比較好的發揮的空間 沒錯 來 兩個手一個 在第27分鐘 身材高大的 Joe 曾經進球 Joe Quiroz 這次 這次 這個守門員 這一球沒有被進去 功勞 好最大 對 再看一下 幾乎已經空掉了 但是他最後一刻還是意識到了 這個給球的動線 沒錯 所以在瞬間你只要稍微的遲疑一下 剛剛這個球從右翼就進去了 沒錯 這一兩秒鐘之間很可能就是會造成一個丟球 剛剛一個門將的優異防守 看看能不能夠激勵場上現在伊朗的球員 沒錯 伊朗這一刻最缺的就是把這個士氣給提升上了 兩個手一個 哎呦這球救回來但是被斷 Andry 對 這個球沒有被判規 有機會三個打兩個 哇 超漂亮 中場又被打斷 漂亮漂亮 這個即使反槍 葡萄牙球做得非常的好 但是這個反槍好像伊朗場邊的教練 對這個裁判吹的有點意見 對 他認為對方這個動作有點犯規 這個花布 準備過人 一個斷 要過兩個沒那麼簡單 好球 中場斷球 兩個對兩個 三個對兩個 如果創造機會 射門 還是差一點點 雖然這個勁道也是夠強勁的 沒錯 機會也製造出來了 沒錯 再看一下 打得非常的有力道非常的強 好球 好球 在一郎腳下 有拉人的動作 裁判吹 莎莎也換歸在線 被撂倒的是他們的九號球員 趕卡羅 趕卡羅 所以趕卡羅現在是頂替了伊旺的角色來負責看管對方的射角 是的 這球來得快啊 好快啊 真的是 一個行進間不停球 直接射門 伊旺現在又上來了 兩個加了一個 丟球 再回給 球還在葡萄牙腳下 這顆又大膽的在前場展開壓迫防守 嗯 等於是把自己的 攻守的陣線呢 做了一個轉換 壓到對方的 後場來做進攻了 沒錯 這是Andrea的一個控球 大家都覺得很無辜 這時候大家都看裁判 沒錯 裁判吹他一個一個一個 刻意性的一個 主擋換規 伊朗的犯規次數也到達四次了 葡萄牙是兩次 有機會嗎 射門 哎呀 沒過 還是被伊旺給擋開 對他意識是想要再給 沒錯 但是傳輸的路線被破壞掉了 哨音響起 製造了一個換規 第三次 隊長Andrea的犯規 這種直接換規 由於五公尺 前面有個人搶 要射進網 還是真不簡單 對 因為球門真的蠻小的 對 而且因為人搶擋著的話 幾乎沒什麼角度 這不像十億人的這個比賽裡面 可以嗎 從他高空裡面穿越而過 嗯 你有很多的這種香蕉球的設法 對 因為這個距離太短 對 你這個弧形球老實講不好踢 主力的射角 對 要求五公尺 看他這一腳如何 能不能見縫插針而過 什麼 起腳 打得太高 打飛了 所以FUSO的這種射角 他們會去練這種人強式的攻門方式嗎 就是說 十億人之我們看到他們擺出假人的陣勢來 讓他們打這種自由球 FUSO大概比較少 FUSO一般來講的話 還是會練 就是訓練課程都必須包括在這裡面 但是畢竟他的球門真的是蠻小的 兩公尺高三公尺寬而已 對 FUSO的訓練講 講出的就是 整體之間的一個快速傳切配合 整個攻勢現在放慢下來了 FUSO目前是三球領先 對 FUSO過人 打得非常的辛苦 几乎全场都没有下来休息 但是还是苦无找到一个非常好的 破网的一个大洞 现在给球走位 球没空好 刚刚他把一棒给绊倒 他一定赏这个时刻赏很久了 没错啊 起脚 刨动间 给场上的队长海德里安 起脚还是没有办法做有效的破网 葡萄牙叫了下半场的暂停 领先三个球 相信葡萄牙是稳杂稳打 因为目前落后的伊朗这边来讲的话打得有点心不气躁 相对的伊朗现在是比较急躁 因为时间对他们来讲是越来越不利 没错 只剩下八分多钟这场比赛就要终了 这是在下半场身材高大的 Joe Quiroz的一个进球 在下半场的第二十 在二十七分钟的时候 他利用守门员也出来封球的时候 寻找一个一小小的空隙 把他就把球拨进球门内 这时候根本不需要射门 只要一拨就进去了 这就是小技巧 虽然是一个小技巧 可是当你看到那个 192公分的球员所做出来的时候 你就不得不叹为观止 没错 直接往前场抛 这球非常有强力的清新 球还在菩萨的脚下 Evonne 这一刻伊朗一个冰一个 但是萨萨在防守的时候 被吹了一个换归 已经第五次换归了 伊朗在上半场呢 也是到达了五次犯规 现在在下半场呢 又是团队的犯规次数 到达了五次 反倒是三球领先的葡萨牙 现在整个的攻势上面 反倒是不急不徐了 他也不急了 他把整个的防守线 进攻线都拉开 在团队的犯规次数方面 葡萨牙现在只有三次 一浪已经有五次了 突然之间的一个长传急攻 但是被断了下来 这一球都传出去的话 就非常有危险 一个对一个 锁门员 但是虽然拿到球 但是球已经出了端线的立体空间 倒地的是二号的球员 Louis Silva 场面上的运动伤害防务员 现在立刻进场 他立刻举手 表示他的右脚 恐怕是受到了伤害了 好 现在Louis Silva 被他的队一给参幅退场 所以五人赛随时可更换球员 所以随时有其他替补球员 会代替他位置 他的只要脚没问题 还可以在上场比赛 他是今天葡萄牙第一个进球的球员 没错 把这个固执的空间拉大 因为时间对他们有利 所以他也逼着伊朗现在要把整个防守往前拉 一定的 因为你这时候伊朗在破语自己半场防守 也是等于等死 所以他是必把他防守圈拉大 队长不有人 但是被Andre给挡了一项 还是没办法过 对 伊朗 现在谁在追他呢 就是九号的射角 没错 假动作 这球可惜 跟上来的不是红衣部队 而是一样的球员 没错 哎呀 前场断球成功 说明月守得好 你让这一刻他们防守要特别的谨慎 因为不能再换归 换归的话 很可能被对方划第二滑球点球 这是Andre的一个成功断球之后 立刻起脚 这球射的也不差 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过守门运的实质大关 现在莎莎已经有两三次在这个右边的窄角度来射了 因为角度比较小 要进往的这个可能比较困难 在跟时间竞赛的伊朗 怎么样的能够射进这一届赛会的第一球能不能先0比3落后 有机会 有机会 很可惜 稍重及时 差点创造出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伊朗今天的门将Nassari 事实上也守得相当的漂亮了 很多这种葡萄牙的有效的攻门呢都被他挡了下来 没错 但是面对这个葡萄牙今天的整个防御做得非常的成功 Sassari 两次的白脚 哎呀还是射出来说地道不动 可是你还是必须很佩服他的基本动作 他能够在两个人防守他的空挡当中找出一个射门的空间出来 没错 再看一次 一个拉球 转移 马上起脚 所以他个人的突破能力实在是够强 炒饭没吹换归 在射门的次数方面伊朗现在24次葡萄牙只有14次 但是呢领先的却是葡萄牙 没错 那射这方面伊朗也有12次葡萄牙也不过只有10次 对 所以重点在于估计的效率 很好 差一点 对 Andre Andre 这鞋差没有到位啊 对对对 这一球传的老实讲非常的有威胁 对 很可惜 插半部 给球的是9号的Gankaro 哇 四个人中间要突破 突然间抽冷箭 哎呀给错了 要给的这个莎莎也但给的太短 嗯 噪音有没有响 球不是一狼的而是葡萄牙的 剩下四分钟不到 掉球 一棒 点 哦直接准备挑大门 没错 因为他看到鼠门已经跑出来了想个挑门 但是挑到这个端线外 所以这也是他们球员在场上瞬间的这种 有机会 对啊有还是没办法破门 今天这个普高亚说明员 应该有救了差不多三个很危险的球 没错 刚刚一郎这一次的快 反快攻 非常的漂亮 干脆 干净利动 但说明员一把这个球给挡掉 这也是扶手比赛的一个特色 没错 就是非常的快速 对 两秒钟就可以定身手 距离比赛重要只剩下三分钟左右的时间了 不大要在展现他们个人盘球的功力啊 反正现在时间对他们是有力的 他们是无所谓 只要能够把Persession控球的时间 控的越久对他们是越有力 没错 这时候几乎伊朗都在对方的前场里面压迫 但是这个时候一旦后方被突破的话 就非常的危险了 像刚刚Zazito就有点点要突破的味道 没错 一般这个时候 如果是伊朗有一个反串的守门员来扮演的话 加上一个第五名攻击者的话 那估计力会增强 但是伊朗很可能迷惑这方面的很好的好手 基本上伊朗在T亚洲的比赛的时候 是不需要做这样思考的 因为在世界杯里面碰到这种强权的国家 才会处于落后 有机会 还有 球门现在空了 但是被撂倒 有没有哨子 好现在哨子响起 Andre被撂倒 第六次还归 将出现这场比赛的第一次第二滑球点球 就是十公尺射门 当然他 普拉亚可以两种选择 你如果在换归地点 你认为这个角度 你认为不错的话 你也可以在地方 那个地方射这个自由球 但是那个角度比较窄角度 所以普拉亚选择在这个中央的十公尺 第二滑球点球来射这个直接自由球 第二滑球点球 不允许有人抢的出现 只能面对一个守门员 而且守门员 封这个角度的时候 他不会站在球门线上 他完全会往前移 来把这个角度给封死 我们看看这一球 守门员大概前进了两步左右 对 Nassari的身高有186公分 87公斤重 打到身体 完全是用身体生命来护球 没错 Nassari 像昨天美国面对意大利 哎呀漂亮 立刻又一波的攻势 Razzito攻进了今天这场比赛 扑他的第四个进球 就在那一瞬间呢 真的就是两秒钟的时间 又一波攻势出来 没错 这就是扶手好看的地方 他已经取得了4比0的领先了 对伊朗来讲时间对他们是越来越不利的 只剩下两分钟左右的时间比赛就要结束 Sasahi今天是非常非常的闷的 Poshiko现在又有机会要展开另一波的攻势 然后到左翼 突破有机会 还有这个调球 这是9号的球员 完工的开始 非常好的机会开始了 上门 打到普拉亚的球员的身体 守得好 Sasahi你看过人之后 对港卡罗的脚给破坏掉 对他这个设得非常有威胁 但是葡萄牙球员即时到位把这个挡开 所以把这个球篮下球员躺在地上 都双手振手臂 他知道做了成功的防守 对他受得好啊 为自己叫好 虽然四球领先 但是葡萄牙现在意识到了 伊朗很可能做困兽的游斗 球出界 好又有机会 Sasahi起脚被挡掉 还有 再起打飞 太高了 穆罕摩迪 这球起脚但是打得太高了 你不能先进后出 所以裁判给他警告 给到的是11号的一个黄牌警告 还没出场就被裁判警告一张 最后几十秒看伊朗是能把握第一个球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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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这个右脚背的一个挑球没有办法成功的破网 哇已经几乎空掉了 锁门远已经离开了球门区域了 再看一下 这阿也这么好的机会可惜 伊朗的球员自己没把握好 对他其实当时的攻门有很多的选择 你可以用左脚的内侧 你可以用右脚的外侧 但是呢 就是挑不进去 对他刚刚用他的右脚的外侧 来这个拨这个球 但是角度没有拨好 非常的可惜 火则起码 这场比赛伊朗虽然 势必要输球 但是起码也追回一个 至少能够破门 对 至少亚洲排名第一的球队 碰到了欧洲的列强 虽然这场比赛看起来 已经是很困难很困难的 但至少能够进球吧 没错 上一场比赛日本虽然是输掉了 但是呢 日本在整个的攻势方面 还非常非常流畅 4比5 一球隐恨给巴拉圭 没错 而且还三度取得领先 对 日本这几年的这个五人猪球的发展提升很快 从过去面对这个伊朗输七八个球 现在已经拉近为止输两个球 现在不到30秒的时间比赛就要结束 伊朗还有机会 弃而不舍再做另外一波进攻 穆罕默地 再给 右边 跑动 起脚 但是还是无动而退 好 可能最后一个脚球 剩下6秒钟 还剩下2秒钟 对 因为在扶手里面 球出界是要停秒的 停表的 没错 来 最后一个机会 还有差一点 再给 哎呀 好 现在比赛也终了了 第一组 在今年的第一场的比赛 是由葡萄牙以4比0 打败了亚洲排名第一的伊朗 但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伊朗的表现是不俗的 只可惜 他们没有办法做有效的攻门 因为他们的射角 9号的萨萨伊完全被看死 这也使得伊朗在低组 这本来的 出现 准备